小小年紀 沒人教你就曉得用硫磺做爆肝 據我說,爆肝的始創者是賦馬你 三大發明,你獨佔其義 義叔果然是先知先覺 多六天之聰明,世世過耳有潛能 只是大氣晚成 武勒你也懂,爆肝你也懂 幫皇上送禮去吐褲 怎會難倒二哥你? 單憑你娶到我這個刁蠻公主 就知道你絕非上人,而且能人所不能 我明白了,我聰明過癮,才華仰人 大家鼓勵我,只是想我有點信心 雖然你們說話不盡不實 浮誇兼不老實 說得有點噁噁噁 而且有點隔硬兼不凸 不過大家出自一番好意 大家放心,我如今已經有信心 我成足在空,有楊揚文 我馬上寫下我的思潮 有如潮水般滔滔不絕地湧治 我的火全翻了 好 公主,我今晚不回公主府了 我留在這裡閉關辦公 記住,別妨礙我 多樂星如雄中,看來我們很成功 那我們別妨礙他的思路了 就讓二哥集中精神,好好辦公 好 大太太,你幹什麼? 我燉了一宗人心,給多樂保身 我都猜到大奶奶你忍不住出手了 二奶奶 父母不用喝茶,不用加醫 不用打蚊潑線 我們打算替二弟打氣吧 讓他一鼓作氣 一家人不用客氣了 你們又說要父母精神集中 好好辦公 這麼慌張? 怎麼這麼慌張? 菜肉大包 原來是有口話人 無口話自己 小姐,我打算掛個包在門口 讓他肚子餓,自己拿來吃 難道二叔有一棟雲? 看,讓他看看 原來接了一棟書 你們以為我有一棟雲? 是呀,怎麼樣?你做事做得怎麼樣? 怎麼還要搭白紙? 那個楊楊萬字呢? 那一棟火呢? 一盆冷水淋過來,關掉了 為什麼? 本來我真是思潮傳湧 當我翻查紀錄之後 才發現原來歷然來送我吐褲的禮物 已經有個不少的名目 譬如好像… 金玉滿堂,慶千秋 龍鳳情長,何吉慶 萬千聲輝要終了 這些名目已經做得最好 很難再好 只扣上名目也這麼艱鉅 還可以挑選金器 安排運送,計算時日 我真是想到頭昏老將 公主,快扶住我 我坐下掃掃吧 不用灰心 你想不到,我們幫你? 齊心就事成 一家人團結是最重要的 不如就以和為歸為體 再不然就家和萬事興 行 我最喜歡吃的,不如就民以食為天 又或者吃得是我,吃得是福 不要…我身懷六甲 就有子萬是粥 或者曬得情深也好 當然好,分農主 我就籌備開分號 我建議生意興隆通四海 財源廣進達三方 我就覺得情比金堅也不錯 再不然,兼疊情龍也挺好 也好 港家有把泰國平凡 吃又怕流於溶足 港子女更加狹窄 港情又怕失大禮 這個人不好過人不行 那就是一無所惡 想起刀心慌 雖然一晚容易有天光 光? 沒錯,是佛光 這個明目從來沒有人用過 什麼明目? 我們一家四口九匹布 到時候新衣服做起 我就找個畫師幫我們畫一幅畫像 然後就放在大廳中央 各位,我再拿幾匹給你們,慢慢選 這匹布好就好,不過太貴了 媳婦姐,買房子最重要是隔三家 你快要擋駕,讓我們過兩招給你們 爹,娘,港家是銀瓶的專長 是嗎? 港家硬駕必先故步而鎮 令對方四面楚歌 然後以退為進,盛事出擊 有見識… 整地我們是好婆式 這兩幅都不錯,慢慢看看 這個真是很貴,不過可惜太貴 而且看來手工都不是這麼精細 而且不切實際,三十兩 不如再多走幾間隔一間價錢 走吧…看來這套價錢真是一半 走吧… 既然這位姑娘這麼喜歡 我二十七兩賣給你 後面當然感受籌段莊,有折 還有一手荷包送 那我當賣大包了,二十五兩 一口價,二十四兩 還有,你賣剩下的布頭布尾沒人要的 送給我們做百家庭吧 怎樣? 二十四兩? 算了… 走… 等等… 算了… 給你… 你們真是識貨 這幅積錦是上品 剛才從特缺運過來 特缺? 是呀,還要是特缺人親手做的 物有所值 不買了 媳婦不買,我也不買了 大唐人應該用回大唐貨 用特缺人的東西就幫敵人做生意 姑娘,我也是做生意而已 你心愛大唐人 又怎能忘記過手家恨 當年特缺十萬大軍南下 進駐長安城外 為水不安,哀雄遍地 特缺人打家劫舍,蕭天偉地 女的被凌辱,男的被互打死 白靜,淒離子散 我還記得當年的百姓文特缺識辟 特缺人是我們的宿敵 你是敵人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 大唐人就是幫外人 你是禮意念 無恥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精華片段